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盛某人,欢迎来到本期金灵老司机 几天前海盗船的H150i Pro XT的评测中我说过 999价位的它只能算作是2019年最强一滴水 经过我们实际测试后也给出了千元价位最强一滴水的评价 今天我们就来看它的老大哥H150i Elite精英款 相比前代做出了怎样的改进 首先是包装盒 新款E-Lite采用了荧光黄的主体颜色 配合包装上印证的带有RGB风扇的水冷炉体 值得一说,这一次的底纹居然还是立体的 摸起来就非常的上档次的 纯黑色的底纹,荧光黄的颜色 相比上一代它就显得非常的醒目 饱受吐槽的名字方面 这一次我又得说了 上一代的名字里带有RGB,但是风扇没有RGB 这一次的名字里不带RGB,但是风扇有RGB 这个名字就很迷啊,对于一些小白有些不好分辨 包装侧面依然是兼容平台 支持英特尔AMD几乎常见的全部平台 反面依然只标出了风扇的具体参数和冷排的具体尺寸 这一套我真的觉得物美价廉 是不是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屁话 带着这个问题看下去吧 惯例,看一下整体配件 独立包装出来的各个平台扣具 英特尔AMD STR4 在包装袋上也清晰地印着各个平台具体的名字 对于入门用户可谓十分体贴 小包装中的配件同样是24颗风扇固定螺丝 24对金属垫片,12颗冷排固定螺丝 以及非常详细的说明书和保修卡 上面几乎和上一代一样 下面来看看不一样的 水冷原装自带三把2400转磁悬浮RGB风扇 同款1600转的ML120 我看了一下狗东售价599元 并且包装内带有一块支持连接6个RGB风扇的控制器 看到这里你们就知道了 传统异能要来了 回去看了一下海盗传常规的指挥官控制器要449元 嗯,到这里已经回本三分之二了 接下来就是冷排主体 一如既往的360毫米规格的铝制冷排 冷头部分就有得说了 海盗传特制的高性能离性泵 可以提供高达每分钟0.28升的流量 在做出了效能提升的同时 水泵噪音也降低到了20度比 相信它在后面的性能测试中发挥出更好的成绩 而冷头上方的RGB灯珠从16颗提升到了33颗 这次海盗传提供了两种冷头盖板 一种是两层光圈的黑色盖板 而另一种则是点亮整个冷头的白色盖板 包装内同样给了一个六角扳手用于坑换盖板 同时它也给了我们自定义冷头图案的机会 由于固定盖板的四颗螺丝 同时起到了对水泵供电部分供电的作用 在移出盖板后水泵供电容易掉下来 所以在更换盖板时请不要忘记断电 顺便注意一下供电部分是否松动 同样冷头上预装了英特尔平台的扣具 也预涂了高效能的导热规制 这是真高效能 上一次测试由于拆了一次 更换为了1K的规制 温度涨了起码5度 建议要更换规制 可以上新月7921或同效能规制 安装风扇固定冷头 按照序号连接风扇线材和RGB线材 将冷头出来的22P线材对准标志 连接至风扇拓展卡 连接拓展卡出来的SATA供电 和主板9帧USB2.0线材 将水泵型号线连接至主板CPUFan 如果你的所有线材都正确连接 那么开机后你的水冷就会像现在这样 上次提到的CPUFan爆错 其实是海盗船的水泵型号线 对华硕主板来说并不适用 主板读取不到转速便会一直爆错 解决办法还是很简单粗暴 额外连接一个风扇在CPUFan上 一如既往的 它可以通过海盗船ICUE软件进行调控 可以在软件中实时监控系统温度 水泵以及风扇转速等 冷头上的33颗RGB灯珠 和每个风扇上的8颗灯珠 总共57颗灯珠 皆可通过软件自定义光效模式 同样可以通过ICUE软件 将风扇调整至零转速模式 让风扇自动在系统低温时停止转动 以达到极致的静音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控制器中内置的是静音模式 就算你不去软件中调整 它也非常安静 并且由于USB2.0线材集成在了拓展卡上 冷头提供的供电线长度也十分可观 对于大号的全塔机枪来说 这一次终于可以走背线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满载测试一下 大家都知道的 老朋友了 华硕的ROG M12A主板 搭载Intel的i9-1900K 通过华硕主板的AI智能超频 开启AVX补偿 将频率手动拉到了全核心5.2GHz 使用了开放式平台 以及原装的三把风扇 南京现在温度更低了 室温不到7度 风扇夹汉堡 作为海盗船提升效能的传统技能 和之前H150i RGB PROXT一样 亲的老大哥 我们也给他夹上了汉堡 三把猫头鹰NF-F12 在安静的同时也降低了温度 我将风扇转速调整到了静音模式 处理器的空载待机温度只有22度 A64的单靠FPU10分钟 处理器温度稳定在了80度出头 风扇转速仅仅只有400转 我不知道是软件识别错误 还是它真的有这么强大 海盗船独家优化的微水道 以及特制的高效能离心梦 保障了这款E-Lite极高的三折效能 2400转磁悬浮RGB风扇 冷头上33颗RGB灯珠 通过IC1软件的调控 可以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光效 高性能高颜值RGB 这次一次满足 上次有关H150i PROXT所提到的问题 在这一代的确得到了改观 全新的H150i Elite 的确聆听了玩家们的意见 总结一下 安装难以程度 简易 详细的图文说明书 文字标注的平台扣具 就算是新手也可以轻松安装 软件 调控程度 全部可控 光效 水泵 风扇 全部可控 ICUE YES 水冷效能 极佳 如果你使用英特尔的i9或者AMD的RAZEN9处理器 更或者是英特尺尊平台和AMD STR4平台 不管是家用游戏主机还是生产力工作站 它都可以打个来回 海盗船ICUE H150i Elite精英款 正如其名 适合精英用户 结合现在的价格 我给出的推荐是 如果对品牌信仰没有什么追求 又或者你在纠结恩杰Z73和海盗船H150i ProXT 那么不妨来看看H150i Elite吧 如此强大的效能 它真的是2020年最强一体水 好的 那么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做这个系列是为了发掘有性价比的散热器 如果本期视频有哪些没有受到位的 或者有什么地方表达出错的 可以弹幕和评论指出 我们会积极改正 力争越做越好 也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 分享 宿舍三连 顺便点个大大的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是山博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还没看到滚